位于成都东门狮子山脚下的东门市井 老式茶铺梁亭水泄在这里一应俱全 可以一窥成都人的闲事生活 而毗邻这里的青瓦白墙内 就是中国现代最具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 成都作家李杰仁的故居林科 在自传中李杰仁这样描述林科 自我巴士族从湖北入川定居以来 从未有过自己的房子 我有了房子后 可以不再担心我在数十年来 制备的几千本中国书籍和存机的报纸杂志的散失了 直到李杰仁去世 林科一直是他安度晚年 潜心文学再创作的安居之所 李杰仁以大河三部曲 死水微蓝 暴风雨前 大波 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的地位 从1912年开始发表作品 整整50个春秋留下了包括小说翻译杂文在内的五六百万字财富 文学剧将巴金曾赞扬李杰仁 只有他才是成都的历史家 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 而百年之后的今天 回望李杰仁的一生 他见证着成都的人文精神凝结和百年文脉传承 李杰仁先生祖上八代是湖北黄皮人 几代单传 所以李杰仁先生的时候 1891年出生 然后到1896年 五岁的时候 李杰仁先生 他就迁到了他的外婆家 李杰仁先生 他家里面是做什么 他可以说是出生一个下层的知识分子家庭 1900年 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被镇压 中国社会也随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 为了生存 李家离开成都漂泊在外 尝遍戚风苦雨 直到李杰仁14岁那年 他才回到故乡成都 从1907年的开始 李杰仁先生开始上中学了 他一个湖北的亲戚 每年资助他50元 中学一直到1912年毕业 他和郭沫是同班同学 这个班级里面其实出了很多有名的人物 包括王光琪 这是同班同学 还有周泰玄 还有历史学家 孟文通 还有卫石针等等 1911年 四川轰轰烈烈的保禄运动 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虽然辛亥革命已失败告终 但这给身在成都的李杰仁以巨大的思想影响 从此李杰仁开始提笔创作 以社会建文为背景 对当时的动荡时局给予辛辣的讽刺 用他自己的话说 写点东西吐吐心中的不快 1919年5月4日 外征主权内城国贼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 李杰仁聘请在中学时的同班同学王光琪 与在法国的周泰玄等人为特约通讯记者 广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消息 并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仿佛广袤的星空 而少年中国学会群星灿烂 照亮了高歌猛进的少年中国 也是那一年 李杰仁和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 为了探寻知识和真理 踏上了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旅程 1921年 李杰仁在法国一边埋头钻研法国古典文学 一边向川报等报刊发回国际消息和通讯 也是那一年七月 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在南湖的小船上点起星星之火 最终改变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走向 改写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李杰仁他们这派文化人 特别是王冠七亚洲大学院这些 他们实际上是最早 是透神社会大潮流 他们是非常关注当时中国的命运 中国想活出去 新华运动刚刚起来 陆旋的阿口正传记刚刚发表不了好久 我们四川就有相应 其中一个最早的就是我父亲 年近八十的林文荀是一位成都作家 1920年他的父亲林如记 就开始用白话写小说散文和新诗 并结识了郭沫若 玉达夫等文坛巨讲 1922年林如记作为发起人 与陈祥赫 陈伟摩 冯志等人 在上海成立了前草社 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前草城中设立那一配 是所谓新文学运动当中 一个很灵的立文学社团 主要是传军 是四川青年 而且是青年学生为主高的 陆旋编那个中规新文学大戏 他们都是选了的 很容易展上他们的作品 但是他坚持时间最长 一直到三五年 所以说陆旋在说 他们是中规新文学 最坚韧 坚持最久的文学社团 就始终很自作 还一直在组作文学礼貌 进行着文学创作 1923年 林如记前往法国留学 他不仅翻译了法国作家 佐拉的代表作 卢共家族的家运 也将鲁迅的阿Q正传 第一次介绍到西方 1930年 学成归国的林如记在北平任教 1937年抗战爆发 林如记无奈之下 携妻子离开北平回到成都 在李杰仁和沙丁等人的引荐下 抗战期间 林如记加入了成都文艺界抗敌协会 从那时起 李杰仁和林如记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60年 我正在成都其中读书 当时我们学生要下降劳动 结果我父亲老一学 努力年 突然老一学 就中风了 生命摧尾 就说这个病情很严重 必须要开路 当时全国最好的开路的地点 就是这个头部外观在天津 这个事情如果弄到天津去 我在想路上一折症 可能都没命了 幸好当时 后来他们才告诉我的 就说是李杰仁给沙丁 当时打消了忧原来这个念头 说你如今你身体禁不住这个折症 才避免了这个风险 所以真的是患难之交 甚至可以说生死之交 给了两年李杰仁去世 我父亲在他的水道会上作为代表支持 我觉得这是一种天意 命中的一种安排 从经历辛亥革命 五四运动 复法勤工俭学 抗日战争 相似的经历 让二人惺惺相细 即使后来李杰仁开办职场 经营餐馆 参政执事 对文学的追求 始终让李杰仁 林如济 细心感受身边的一切 在文学创作中 始终彰显着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 高文学 可能跟我们现在的高文学 他们的起点有所不同 就是他们都是很关注社会 关注国家民运的一派文化人 所以特别是当他们有了 打开窗子看世界 有了外面世界的至关影响以后 在于对照我们中国 就得更需要改变 这五四新文化运动 超成了这一派文化人 李杰仁是一个 特别是我们成都 值得骄傲的一个代表 这一天 林文荀回到了自己 阔别六十年的母校 成都七中 作为荣誉校友 参加二零二一级学生的毕业典礼 第一个老师们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 小五好 教学生的毕业典礼 高一九六一级校友 高一九七级校友 高一九九一级校友 高二十六一级校友 小字还是原来的小字 就这块地是这块地 这一栋楼可以说是京城的主要建筑 那是小门 原来外面是天液 原来其中外面全部是天液 那是属于风光很好的 一个小漆还从这里面穿过 从教学楼背后给朝上给开始一条 自然的天然的小漆 很好 学校有时候还搞活动 请过啊搞讲座啊 主持续这些回来过 还有就是编百年孝子 因为他们把我做给他们主编嘛 我就编百年孝子的时候 回来时间比较多一点 我来穿到中文系的 这就是他们理解的 在各个界我有原始 他们都要搞我一个搞了一个 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发表作品 林文荀已经在文学界经历了六十个春秋 和父辈林如济 李杰仁一样 成都是林文荀生于私 长于私的城市 这座城市的文学骄傲 也与他自幼亲近的前辈文人的名字 联系在一起 家里边呢随时都有这些老作家 这些老文人的接触 我记得除了沙丁是商科啊以外 乃乌这些 像李杰仁这一段是商科 像八经回成都 他都要到这里来来 来见一见做一做 我父亲实际上不主张我学文学的 这个道理我很懂 因为他知道这条路太艰难了 但是人家潜意没话肯定是有利 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 很感谢我一个老师 北登任老师 一个偶然结婚 我一篇乱七八糟 我到现在都写得很丑 字写得很丑的一篇作文 北老师居然把它张贴出来 跟我做了很多培语 我现在就要细腻 我还是主要这些 林文荀写过许多 与成都有关的书和文章 成都人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本 然而他却说这都是不经一而为之 每当提笔 他总是处于一根弦绷紧 一根弦放松的状态 绷紧是认真的思考 放松是笔墨的文调 成都其中百年诞辰之时 林文荀以成都千年文脉为题 为母孝献上了一份最诚挚的礼物 他这个主要是从 把其中的理事给这个 把书文化 把它联系起来才有理事感 所以他就三星不数地 金沙老成都 就从这个开始 迷云归系似非似 先生描系梦 企业在我手中 这样子才把 引出书文化 引出洋说 我们应该回个头来看 你看你历史上 你产生过那么多 在中规手取一致的文号 然后到了就是现代文学世纪百年前 就李吉人这辈巴金 阿瑞 沙林艾伍等等 所以这个传统是很可宝贵的 要珍惜 要珍惜 那么现在的文化人 我觉得的话 不要自将给调 以死之余 可能是抵不过岁月的讨戏 我们作为特别是 不仅是成都人 四川人 就是中国人 中国的独者 中国的温雄爱好者 应该对李吉人 有一个新的认识 百年之后 当我们再度翻看李吉人的作品 仿佛为读者开启了一扇 通往上世纪成都历史的大门 那时的成都究竟是怎样的 无数当代成都人渴望着 从他的作品中 体会到那个年代的精神气质 和风土人情 谢天开 是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教授 作家 成都薛涛研究会副会长 曾将薛涛千年古坚诗文化带向全国 他也是成都李吉人研究学会理事 生于成都 长于成都的谢教授 与成都皆有不解之缘 其名就取自李白描绘成都的诗句 九天开出一成都 天开二字 我到现在为止 那已经有两篇核心刊物 就是关于研究李吉人的作家或作品的论文 大河三部曲都是方言写的 方言它是代表地方一种独特的文化 我们很多文化 比如说文献没有记录的 但是有时候方言把它记录在案了 因为我们说现代文学史是用现代白话文 反映现代人的思想 这个情感和心理的文学 李吉人他为了更好地反映我们这个西俗地区 或者大一点是巴蜀地区这一方的文化 所以他就采用了四川方言 每日吃了饭后便从西雨盖走进满城的大东门 果然是一道矮矮的城墙之隔 蹲成两个世界 大城这面全是芳芙 全是铺垫 全是石斑盖 盖上全是人 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 这是小说《死水为难》 顾天成眼里的成都 也是李吉人留给成都人的百年记录 他1958年的时候呢 是成都市副市长 主管这个民政 教育 卫生 还有建设的这个副市长 所以当时对成都市有一个规划 他的规划呢 是将这个蜀王公作为这个人民南路的起点 这出来是东玉街西玉街这个地方 他这就是东玉街西玉街这个地方 他也追求这种就是气派 人民的气派那种宽敞 那种雄伟的那种感觉 所以当时规划这条路呢 就是70米宽 就是1949年新中国建设以来 就是这个宽度一直没有改变 西哈鲁克青王那年来到成都 走到人民北路人民南路 特别走到人民南路的时候 他说成都是最美丽的街道 令它想起了法国的香榭的大街 所以成都人也把这个当成一种谈之 喝茶的时候 有时候回到上个世纪的时候 到谈到西哈鲁克青王 当年对成都的赞叹 就这样的 在李杰仁的主持下 1958年人民路正式开建 由此拉开了这条中轴线贯穿南北的序幕 自古蜀人都有一种路的情节 无论是李白的蜀道南 还是杜甫的入蜀师 然而蜀道之南 谈鹿色变的景象 在李杰仁的笔下 一去不复返 天街通曲的人民南路呢 它的两端文化都是非常厚重的 这边看吧 这个模仿了一个小亚轩 你看这个指挥界居然有一个商家 搞饮餐饮的商家 他把自己的小饭馆命名为小亚轩 虽然号码不对 但是也觉得让我觉得很吃惊的 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车面证明成都文化的悠长 就是李杰仁先生 他在成都人民心中的一个地位 指挥界和延道界和人民南路交会的地方 只有人民南路是人民路就人民南路 是新中国命名的街 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街 我觉得是真的是明朝清朝 共和国的那个三条街在那交会 夏天的南风吹来的时候 你感到那有历史和现代的风气 都在那交会的感觉 跨越六十多年的历史长河 从最初的短短几公里到如今八十公里 全国之首的城市龙骨 他见证了李杰仁笔下成都的历史 也见证了高速发展带来的变革 正如他在一九五八年文章 成都的一条街中写道 不过今天的人民南路还在变化之中 他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 而一年一年的变 肯定的说 他将愈变愈雄阔 愈变愈美好 新世纪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成都真的又变成了一个大城 从刚才人民南路这条路的长度 所以我们老城你看 吃喝玩乐都有那种高级享受 然后新城呢 你看走路的脚步都很快 然后高楼大了 东国通明 你就感到它是一个 就是现代和过去的一个历史 结合的和谐的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一座城市 时代需要呐喊者 历史需要守望者 人是城市的主体 是城市化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百年来 成都人才辈出 而城市始终承载着文明的传承 与人文精神的凝结 一百年来 成都的文人们 用手中的笔 书写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断推动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发展 而有些东西始终没有改变 一直从百年前到四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 四川的文学在全国都还是很有影响 占有一期之底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 它还是有很多没有变化的东西 包括他们对于社会的那种强烈的那种使命感 责任感 他们对文学的那种制作追求 对顺畅的文学的那种审美追求 很多人骨子里面没有变 只是时代在变 成都人骨子里面 一方面它是一个包容的城市 成都人很包容 他一方面能够接收很新的很现代的东西 另一方面成都人他的保守 就是他很固执喜欢这座城市的一些文化 成都人比如说你站在人民南路的起点 你就发现你一方面在守望历史 一方面是拥抱世界